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很多 不过您注意到没有 前面我们说了 居然现在有利用这种材料 就是所谓的气膜材料制作的房子 这样的房子当然是不需要任何砖头瓦块钢筋水泥了 但问题就在于这样的房子结实吗 就好比说气球我们谁都玩过 气球最怕的是什么呢 气球最怕就是针扎它 这样的建筑 这样的房子利用的是这种气膜材料 它牢固不牢固呢 与传统的建筑工地不同 这里的建筑工人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场的拔河比赛 只不过他们较量的对象不是人 而是一张张的白色气膜材料 这是近城市政府在为当地高新科技产业基地 建造一座四千平米的展览馆 为了能够顺利完工 工人们紧张地忙碌着 对于传统的建筑方式 在眼看还是平平坦坦的地基上 立马盖起一幢大楼 似乎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也就是一天的功夫 在太阳还未完全落山的时候 转眼间 一座高十米的场馆 便轻轻松松地拔地而行 其实在美国现在大型的冲气场馆 就是比赛的这种冲气场馆 还有十几座 加上差不多有二十座 在使用 像日本有一个TOKEDOME 叫东京巨蛋 有一个棒球馆 也是冲气 其实冲气这种概念并不陌生 像这些场馆都已经运营了二十多年了 东京这个也已经二十多年 将近三十年了 十多年前 从事大跨度青钢结构建筑设计的骁龙 前往美国学习期间 发现当地的很多运动场馆 都是由像气体一样的磨制材料建造 它们统称为冲气磨建筑 简单地说 这种冲气磨建筑 就如同大型气球一样 是依靠空气 将气磨的内外形成的压力差 而支撑起来的密闭建筑 它独特的建筑形式 使得其建筑施工周期非常短 其因内部无需任何的钢筋水泥等支撑物 而非常适合当作运动场馆 展览馆 仓库等使用 新颖前卫 皆是耐用的气磨建筑 让在此考察的骁龙 越来越兴奋不已 于是 当它回国后 便果断决定将气磨概念引进中国 它要让这个吹起来的磨灯建筑 在中国生根发芽 实际上我们在刚刚开始把它往中国介绍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所有的朋友都是泼冷水的概念 所以这个东西不行 朋友的担心不无道理 因为再新奇的建筑 除了给人们提供不同功能用途的场所外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遮风挡雨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而这种充气磨建筑 是靠空气向密闭的空气中不断的充气来完成的 它整个屋顶和墙壁 还只是用一种薄薄的气磨材料作为建筑主体 来在这样的建筑里 我们不禁要问 这种气磨材料够结实吗 依靠空气就能轻松建造一座大型场馆 的确非常吸引神奇 时尚的外表 优美的气磨造型 能否抵抗住自然界中的气候灾害 请继续收看吹起来的磨灯建筑 也许大家都还记得 由于强劲的风力 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 曾经三次被狂风将屋顶金属板掀开 导致大量航班延误 索性无人员伤亡 而如此重大的建筑项目 为何会屡屡遭到大风 嫌犯屋顶的情况呢 风力它这个随机量 它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有时候它会突然产生一个 很随机很大的一个 顺势的一个加速的一个现象 所以产生局部突然间 那个一个脉动 一个放大的效应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那种 当你这个局部脉动过大的时候 一下超出了我们的设计核杂 就会产生我们的结构的破坏 总结三次T3航站楼屋顶破损的原因 我们不难发现 它们的破损部位 无一例外的都发生在楼顶的弧形段部位 由于这些部位受到特殊地形的影响 来自自然界的大风 顺着流畅的屋顶通过时 突然受到局部突起部位的阻碍 而产生了向上的吸力 从而使瞬间聚集的能量无处释放 便重重地敲打在凸起的金属板板材上 在持续不断的攻击下 金属板终于扛不住 随风而去 造成航站楼屋顶大面积的撕裂 摩结构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它很柔 通过我们刚才风动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柔性结构 它最大的优点就能很发现出来 它会通过一个局部一个过大的一个变形 释放掉它局部过大的这个硬力 但是对于我们往往对于这种非柔性结构来说 非这种磨结构来说 它产生局部过大的硬力以后 它没有地方去释放 因为它没有变形量去释放这个能量 往往就会在局部的节点位置中出现破坏 但是这种磨结构不存在这种问题 再有狂风来临时 具有很强柔韧性的气膜建筑 就会呈现出它的优势 就如同用锤子分别击打玻璃和海绵道理一样 当硬碰硬时 缺乏弹性的玻璃不能及时将局部受到的冲击力 分散全身各处 而瞬间碎裂 当碰到伸缩自如的海绵时 锤子发出的力便一无是处 海绵柔软的特性就会为自己化解危机 达到自我保全的目的 我们有一个专利叫协项网状钢缆系统 这是我们的专利 所以这一块我们可以把气膜建筑 从一个临时的帐篷变成了一个永久的建筑 我们现在可以抵抗16级的台风 我们可以抵抗每平米250公斤的这种积雪 通过纵横交错的十字钢缆 将整个外膜结构包裹其中 使得外力强加给气膜的压力 均匀分配给地角的毛固系统 大大降低了气膜所承受的贺载 让这座吹起来的摩登建筑 犹如穿上了一件防风外衣 矗立在狂风漩涡中依然安然无恙 而在自然环境下 气候灾害不仅仅是狂风雷电 还有很多地区会出现少见的大雪灾害 别看雪白的雪花柔柔弱弱 但实际上它沉寂所造成的灾害 是你难以想象的 2008年1月受强冷空气影响 中国南方突然遭遇史上最大幅度的降温和雨雪天气 那次雪灾造成湖南、湖北、贵州、安徽等十省区 3287万人受灾 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其中居然有近3.1万间房屋被大雪压塌 这并不亚于地震带来的灾害 那么雪鹤仔呢 其实跟那个人做的是相似的 那么现在他们六个人呢 一共有大概400公斤的鹤仔 其实呢 我这么大一个膜 对我这么大一个膜呢 真正上面的受雪的那个能堆雪的面积呢 大概是就是1.5乘个三个多平方 不到五个平方米 那么我相当于现在的五个平方米上呢 承担了400公斤 就相当于那个一个平方米有80公斤的垂直赫仔 像现在这个情况 我可以试着从旁边几个地方上去 再加一点赫仔 小心 小心 他先讲 好 现在上来了又增加了多少呢 咱们两个加起来的重量呢 可能都是130公斤左右 那么现在呢 咱们的总重量呢 就应该是530到550公斤那样的情况 这个实验能够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他抵抗这个雪鹤仔的情况呢 是完全可以的 而实际上 在这样结实坚固的外表下 人们能正常的呼吸活动吗 请继续收看 530公斤的颜色 530公斤的颜色 气膜和设备 安装上就可以重新使用 这种像帐篷一样 损耗极低 可以像搬家具一样 随时把展馆搬到任何地方的方式 立刻引起在同一科技园区的 一家电子加工企业高管的关注 因为如今 气膜建筑所显现出来的可移动优势 与这个靠大量加工电子元器件 生产厂家的未来发展规划 不谋而合 大家可以看到呢 刚才我那个充气的沙发 现在我已经把气放掉了 为什么要放掉呢 因为要搬家了 不过呢 这种气膜材料制作的沙发 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不用我说 你也明白 那就是当我需要搬家的时候 我可以很轻松的 就把它装到我的背包里 然后背着去我的下一个新家就够了 从这儿 您是不是能得到一个什么启示呢 如果您没有的话 我告诉你 有一家企业就想到了类似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叫什么呢 叫做马背上的厂房 为什么 有的时候 这个生产车间 它可能需要 随着季节 或者随着生产期的不同 需要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 如果说到了新地方 再建厂房 往往来不及 怎么办呢 能不能有一种可以快速拆装的厂房 装上汽车 拉着就可以走呢 于是呢 他们就把这个计划称之为是马背上的厂房 可是从哪儿去找马背上的厂房呢 他们就找到了骁龙的团队 希望骁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国际上没有人这么干过 谁也没这么干过 第二个呢 就是说 首先解决 解决 解决这个横门横湿 解决这个集装县的密封 这些问题实际上在以前的项目里边 也没有提过这么严苛的要求 实际上 建造一个室内相对干净的环境 对于气膜这种建筑形式 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在骁龙之前的工程项目中 有非常成功的案例 我这个建筑是一个密闭的建筑 室内有镇压呢 就保证室外的这种脏的空气 或者是这种 没有处理过的空气 就不可能通过建筑的一些缝隙 比如说门啊 窗啊这样缝隙 进到室内 这是一个前提 那么我只要把室内送信封 这个渠道呢 就是我的机械单元 就是我的设备 我只要把这一个渠道把它处理好 我就可以保证室内空气的接近 如今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就是 一些无法确定的因素 使得雾霾天气不断增多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们 开始担忧污染空气 尤其是剧烈运动时 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而气膜建筑的房屋 就能很容易的 为我们创造一个空气洁净环境 在位于北京市郊的顺义国际学校 坐落着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两座 气模体育场馆 这也是骁龙为该校设计建造的 最为满意的两个场馆 进入馆内 正赶上学校课间休息 学生们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进来 黄色的地板 绿绿的草坪 映衬着白色穹顶格外的高调明亮 气模场馆长约75米 宽约56米 顶棚最高点接近20米 相当于8层楼高 只是一间可以进行 注入篮球 足球 棒球 累球等多项运动 兼有200米跑道的运动场馆 最让人满意的不仅仅是场馆的 宽敞明亮多功能 重要的是它能为在此运动的每一个人 提供优质清新的空气环境 如果是太冬天或是太冬天或是太冬天 我们的父母也认为他们在学校的投资 在这种地区和我们的主要地区 保证到我们的空气质量 在外面的空气质量 是最高的 这样大跨度的场馆 真的可以保证每一个角落的空气质量吗 我们不妨测试一下 今天我们天气其实有点霉是吧 有点雾霉 这个毒素应该算是 这个毒素是每立方米 有0.141或143这个 好可得五 现在以咱们的那个标准是大概是多少 现在的10倍是吧 应该超200了 220那样 国家空气污染指数共分为5级 而每平方米含200以上颗粒物 已经属于4级的中度污染 其实这样的空气状况 完全不适于在室外长时间逗留 而只有一门之隔的场馆 会有多大变化呢 现在煤外和煤里的区别立马就出现了 现在只有0.001的2 这个数如果转换成那个AQ2 相当于6和5级 在摩建筑的场馆内 我们测试了各个新风输送的出入口 效果基本一致 这边是0.00324那样吧 每平方米PM2.5含量 低于50微克颗粒物 属于优质空气 那么我们看到场馆内各个角落检测的指标 真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 而这些清新的空气是怎样获得的呢 下就是一个那个处理 对 这个是那个空气过滤系统 针对这个网球管的 那一个是针对那个多功能管的 就刚才咱们那个 对两套系统 一个对一个 一个对一个 这个处理系统 这个是出销过滤 就是挡住这些树叶 大颗粒的 里面有两斤过滤 咱们一共有三层的过滤 三层过滤 原来这组机箱就像一个大大的气泵 一端将室外的空气吸进体内 经过自身的三次过滤网过滤 同时两次加热 三次杀菌消毒 将新鲜的空气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场馆各个角落 而身在其中的人们 不会感到任何的不适 同时 气泵的另一端 把污浊的空气 再次经过滤厨送回室内 并担负起 支撑几十吨魔材的任务 在有糟糕天气的时候 骄龙团队在气魔建筑中的洁净处理 逐渐显示出得天独厚的优势 空气净化技术水平不断地在大量新建的气魔建筑中提高 能够在这样的清新环境中运动 也是所有教练和热爱运动的人们共同愿望 就明显的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 以前我们在外面打球 那个鼻子过来擦的时候都是黑的 在里面就总结说也没有 因为我经常运动嘛 然后我们这个运动是为了这个身体更好一点 我觉得就要求比较高 在这个更好的那个环境当中去活动吧 这个地方这个网球馆 那个空气不错 以前教网球有点头疼 然后能感觉到这外边的空气路上 然后也担心自己的健康 也担心小孩的健康 然后现在就比较满意这个环境 很显然 轻松拆运的建筑材料 洁净程度极高的室内环境 能抵御强劲排风和承受积雪的能力 以及高效的循环空气过滤系统 骁龙以及他的团队完全有能力 为那家电子企业建造一个高洁净度的车间 密封这一块实际上是跟机房相公司一起 最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供应商 最后我们定做了一些特制的密封条 把这个密封的设备解决了 随着一个一个难题的功课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骁龙如期建成了可快速拆运的捷径车间 帮助电子企业完成了马背上厂房的夙愿 实际上这座厂房由集装箱和气膜材料 两大部分组成 当厂房需要转移时 至多几个小时就可以将车间内的空气排除 将气膜和集装箱分段分批拆卸后 装车转移到另一个目的地 再像搭积木一样重新装配安装 只需要一周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搬迁活动 气膜材料最早是出现在美国 一开始人们拿它干什么呢 是用它来作为雷达罩使用的 它是军事领域当中的产品 后来才转入到了民间当中 在美国已经有50年的发展历史了 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看美剧当中会给你展示 美国人的院子里头往往都会在夏天铺设一个 类似这样的气膜材料制作的小的游泳池 供孩子们细水 您就可以想一想 这个东西其实在现代生活当中 应用的范围还是很广的 就拿肖龙他们来说吧 肖龙他们现在目前看还是很多方面是集中在气膜材料建造的房子方面 未来咱们说可能这个材料还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开发它 当然目前我们也看到了 在救灾急救这样的场合当中 这样的东西确确实实能够大显身手 好感谢您收看咱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62个科学实验与魔术 起来94个手势对象 中国人群中的认知心理与社会心理实验 大脑轨迹 近期播出